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羽田先生手沖飲料吧 在東區市非常知名的飲料店 那我們來喝喝看 這個是店面正面的樣子 沒有想到平常日還是要排隊 他們最有名的飲料就是那個部長先生 我看這邊大概又還是要等半小時 這邊有寫先拿券再排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券在哪裡拿 不用拿券 謝謝 這個左邊就是我們今天鎖定的飲料 因為他前陣子有一個很有名的部落客叫阿倫 有來這邊代言 所以大概又炒了一下熱度 跟這個隔壁親切的小姐 女客人借一下她的飲料拍 那這個就是抹茶櫻花飲料 看起來蠻立體的 蠻漂亮的 它就長這樣 這邊是全部的Menu 原則上都算是高價 原則上都算是高價 所以阿 那營業時間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是12點 平日12點到7點 下日應該是12點到9點 就不要像我上次一樣白跑一趟 好 那這個螢幕上面就有清楚的寫著 棉花糖特調的內容 是不是看不太到喔 170還有220 然後也可以單點 部長棉花糖 好 你好 那我要那個部長先來擦 好 100 OK 那我要外帶的 謝謝 直接外帶嗎 對 對 我要刺財 我要刺財 好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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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好像還有一些商品 酒類吧 跟咖啡包的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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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是在製作的過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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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喜歡吃東西 但是我喜歡吃東西 所以吃東西 可是我喜歡吃東西 所以吃東西 我覺得吃東西 我吃東西 我吃東西 也吃東西 吃東西 打個 Bundes吃多了 外國真的很像 所以說真的要吃多了 然後我真的要吃多了 老婆是在去 我 就是我來玩的 我要去玩的 多了 或是 好不 Umm 妳有餘 我在附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樣外帶終於好了 天啊 終於找到一個桌子了 感覺我今天好像是一直在排隊 然後一直在找桌子來 來拍吃的齁 剛好那個漢堡店 漢堡車啦 跟這個宇宙先生 都沒有桌子可以使用 所以很不方便 那現在就把它打開了齁 就外帶就長這樣 內容物就是這樣齁 鮮奶茶跟這個 部長先生 好那就是拆開後就長這樣 好那這個是部長先生的進照齁 他是棉花糖 所以是軟的 軟Q軟Q的齁 下一個 就長這樣 軟軟的齁 它笑起來很甜 但部長就長這樣 법 街景 今天這個題目我已經想好了 這題目就是關於一個中年大叔 他花了170塊 想要偷窺這個 柴犬部長洗溫泉的樣子 花170 然後看這個部長先生泡溫泉 現在就把它放進去了 部長先生就麻煩你洗個澡給大家看 各位粉絲你也幸運 你也許不用花170 先看我的影片就可以了解這個 部長先生他大概的情形 那老闆剛剛有講說要這個 均勻的放下去 他才不會沉下去 那我看我的手氣好不好 看能不能一次放成功 火蜜豆腐啊要成功啊 大叔的手氣是不是不錯 大叔的手氣是不是不錯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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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我成功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爽 看起來是不是很舒服喔 要花170塊 才能看人家洗澡 對不對 然後又看不到重點 只有這個微笑 就要花170 是不是各位朋友 花樓170啊 欸好像往下沉了喔 那近距離一點看喔 那部長先生就洗得很舒服的樣子喔 那因為同樣的情形喔 因為這邊沒有內用桌子喔 所以背景聲音會很吵 應該這樣算放得很成功吧 看起來真的好像在泡澡喔 嗯 真的很萌喔 萌答答萌答答答喔 看久一點 要170咧 嗯 好 花了170也看不到什麼 只是萌而已 那現在就喝喝看了喔 剛剛看到它是用紅茶然後加鮮奶 然後加鮮奶 那就喝喝看喔 以十分來講的話 這個紅茶的味道大概有四分喔 鮮奶的味道1分 然後剩下是水的味道 因為它沒有甜度喔 它甜度就是來自於這個棉花糖 部長先生 那你就 麻煩你融化一下吧 那 以目前來講呢 它分數我只能給80 也沒有很高 因為 紅茶不是很特殊喔 香氣也不是很濃郁這樣 就是覺得它比較猛喔 現在等它融化看看喔 那大致上就這樣喔 也許它不會融 哈哈你被眾人大叔偷看的感覺怎麼樣啊 部長先生說話 嗯 喝喝 那現在就喝了喔 然後部長先生還沒有融化喔 他還蠻堅持的 然後 茶還是維持80分啦 就是沒有特別香濃這樣 然後有茶的味道 但是就是可愛啦 那 各位來就祝你 喝得愉快喔 要排隊排很久 剛剛已經排了半個鐘頭 然後後面又來了一堆人 又十幾個人喔 所以還真的蠻夯的喔 就是這個 算是少男星大噴發 就真的很萌這樣 然後女生喊愛這樣 好 那就這樣子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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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